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ol 今天我們PO了沖繩北部邊土雲泥港的浮石狀況 再來呢 我們在新聞又看到了 在沖繩有名的觀光景點 谷羽利島也受到嚴重的影響 到底現在怎麼樣呢 我們去看看吧 我們現在在谷羽利大橋的入口處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的海邊 這邊也充滿著浮石 那整個平常的沙灘是黃色的 現在整個沙灘也很像灰色的 這個浮石的問題真的就像新聞說的一樣 谷羽利大橋的另外一邊也充滿著浮石 看看沙灘的浮石 我們現在走下來看一看 我們現在走下來看一看 這個 這地上真的都是 沙灘都是 好嚴重喔 我們現在來到谷羽利島的入口處 這裡的海邊沒有受到太多影響 不過我們看遠遠的海面上 還是可以隱隱約約看到一些浮石 我們現在來到谷羽利島的HODLOK 這邊看起來很嚴重耶 但是遠遠的都很 本來的海邊已經全部變成灰色的海灘了 相當嚴重 相當嚴重 這裡相當嚴重 這些浮石造成的問題 除了對海洋生態環境的影響之外 漁民的生計阿 沖繩的觀光也相對受到波及 沖繩縣政府上週已經對部分漁港的浮石 進行清理了 預計約兩到三週的時間 希望浮石的問題能夠早日被解決 還給沖繩美麗的海洋吧 這是日本海洋研究開發機構 對於浮石漂流的預測圖 看起來它影響的範圍將會越來越大